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正有魅力的女人都敢于突破自己的天花板和舒适圈 不断探索新的可能 前乒乓球运动员邓亚平 在她的运动生涯中拿下了18个世界冠军 曾连续8年保持世界第一 她还是乒乓球史上位居世界第一名时间最长的女运动员 她本可以凭借曾经的辉煌过得衣食无忧 轻松自在 但逐渐淡出体坛的邓亚平不愿选择这样安逸的生活 更不愿一直活在曾经的光环下 她做出了让所有人震惊的决定 去清华读书 于她而言 读书可以帮助她开阔事业 掌握人生更多的主动权 之后邓亚平不仅顺利从清华大学外语系毕业 还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 拿下了英国诺丁汉大学 中国当代研究专业硕士学位 和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成为名副其实的斜杠青年 她的故事让我想起了一句话 比起赢得别人的鲜花和掌声 不断超越自己的幸福感更强 安全感也更足 鲜花会枯萎 掌声会淡去 不断突破和成长带来的成就感 却可以持久存在 聪明的女人都懂得 自我提升才是人生一本万利的投资 曾国藩说 做人从早起开始 坚持早睡早起 会让我们以饱满的精神状态 开启新的一天 从而更好地掌控自己的人生 要知道身体健康 作息规律是走向成功的必备条件 韩国高人气插画师李燕亚 在书中分享了自己的亲身经历 以前的她经常穿梭于各个地方工作 应酬 生活被工作和社交挤得满满荡荡 没有一丝喘息的空间 堆积如山的工作 接踵而来的应酬 让她不得不牺牲休息时间 可长期处于这样混乱的生活状态 她的身体发出了警报 紧接着情绪也越来越暴躁 更严重的是 整日精神萎靡 情绪失控 让她失去了创作灵感 原本幸福的爱情 也在此时画上了句号 生活的全面崩盘 让她下定决心做出改变 而停下所有的工作 调整自己的作息时间 就是她改变的第一步 卸下工作压力的她 每天晚上早早就关掉手机和电脑 泡个热水澡 听着舒缓的音乐 安然入睡 第二天醒来以后 感觉精神充足 活力满满 她发现 这时的自己 不仅有能力 去消化内心的焦虑和挫败感 还能有兴致 去做点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六个月的休息调整 让李艳雅有了更高的创作热情 她举办了一次小型画展 还出版了一本畅销书 怎样保持健康的作息规律 睡觉革命中说 一个真正厉害的人 会主动控制自己的生活节奏 提高自己的睡伤 如此才能以积极的心态 应对工作和生活 早起早睡必须保持住 早起跟早睡一定是连着的 必要的睡眠时间 是保持健康最好的方式 任何食物和锻炼都是辅助的 通过睡眠休息的恢复 其对于人体的帮助 是任何营养都无法替代的 这种健康的生活习惯 也是对人生长度的投资 千万不要想着晚睡 或者晚起是励志的行为 那是致命的隐患 保持运动锻炼 去看看那些长寿老人 和早死的人群 运动锻炼习惯的反差 可以说是巨大的 长寿老人几乎是 全天保持动的状态 而早死的人 往往都是经常处于静止的状态 比如出门靠车 吃饭靠买 运动靠坐 因此平常的运动锻炼习惯 必须慢慢开始养成 不要再想着累 没时间之类的借口 保持良好的饮食习惯 现在社会 吃的营养大家都知道 也觉得特别重要 但是往往会因为 各种各样所谓的借口而耽误 比如起不来省了早餐 工作太忙吃了中餐 晚上晚了延迟晚餐 这些都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 更是对自己身体的一种极大的伤害 从此刻开始 备点零食 有时候真的没办法 也要保持能量的供应 何况 很多时候其实没有很忙 只是懒 健康是自己的 没有人能控制你 只要你想去改变 也没有人能帮到你 也只有自己能约束自己 健康是生活的一部分 如果连这个这么小的事情 都不能处理好 那还谈什么未来 还谈什么来日方长 你要想要的 一定是自己通过付出得到的 健康也是如此 不要等到未来才发现 那时候终会变成遗憾 卡奈基说 世界上所有的是非对错 都是由人们去评判的 只要你自己认为对 就无需在乎别人的看法 也不要妄想 别人和你有一样的见解 世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 我们的想法 也不可能得到所有人的认可 坚持自己的想法 才能拥有无悔的人生 演员玛丽在事业上升期 选择放下事业去生孩子 曾在网上引发热议 所有人都觉得 她的做法有些欠夺 但了解玛丽的人都知道 她一直都是一个有主见的人 从不会因为他人的声音 就改变自己的节奏 小时候上体育课 老师发现她有体育天赋 便说服她的父母 让她走体育特长生的路 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 千球 长跑 铁饼 她都练得颇有起色 可是她也发现 自己不喜欢体育 恰巧碰到异小招生 她就放弃了体育 走上了异考之路 上了异校以后 她发现其他女孩都身材出众 样貌娇好 只有她相貌平平 不会打扮 也因此常常被同学嘲笑 后来她从中系毕业 去演喜剧 有人嘲笑她是邪星 还有人拿她的外貌开玩笑 她对这些恶意都置之不理 一心走好自己的路 让结果替她反击 可外界对她的恶意并没有停止 结婚时因为丈夫比她小十岁 再一次引发了大众对她的争议 面对网络上铺天盖地的质疑声 她依旧坚持自己的选择 好好经营自己的爱情 纵观玛丽的成长之路 好像都是在反其道而行之 但也正是因为坚持己见 才成就了如今的她 外界的声音很多 一味地听取 不仅不会让我们成为 所有人都喜欢的样子 反而很容易迷失自我 何不坚定一点 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 成为自己喜欢的样子 就像玛丽所说 希望你感受到内心的呼唤 活成你自己想要的模样 成为那个你更爱的自己 很喜欢王小波说过的一句话 我要爱 要生活 我要为自己负起责任 一个女人对自己的态度 往往决定了她的魅力指数 专注自我 提升自己 才能发现人生的无限可能 早睡早起 作息规律 才能掌控自己的生活 内核稳定 不被定义 才能演绎真正属于自己 的人生剧本 愿我们都能在新的一年 做好这三件事 成为最想成为的自己 做真正有魅力的女人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传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感谢您的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